欢迎回来,那么这个是2019年曾经论中介组的那个第26跟第27题。 我们今天只会讨论两题罢了,因为后面都每题8分,所以要讲蛮久的。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6题。 如果n是一个正整数,就求n2分放进高10符号,加3分放进高10符号,加6分放进高10符号,加799-n的最小可能值。 那么其实这个的话,因为我们知道这个799它是一个concern来的,就是代表它是常数嘛,对不对? 所以呢,基本上这个就跟这个2分之n放进高10符号,加3分放进高10符号,加6分放进高10符号,减n的最小值。 我们是多少?它基本上是一样东西,只有你记得要加回去啦,这个799,OK? 那么呢,我们来看一下,我们要先知道一个东西。 如果你们有先做的话,你们可以观察到就是这个2分之n,加3分之n,加6分之n,那其实是等于n来的,OK? 那么呢,OK,我们来假设我们的这个,这样讲咧? 我们的这个n,如果我们假设是6个a加b的话,我们比是0,1,2,3,4,5,就是它小过6就对了啦,因为如果6,7,8的话都可以放进a这边嘛,对不对? OK,所以呢,如果我们这样子假设的话,OK,你们就看一下啊,我们呢,就会有6a加b,over2,加6a加b,over3,加6a加b,over6,减掉6a减b等于,OK,这个肯定是一个整数啦嘛,对不对? OK,我们6a除以2就变3a,再加2分之b,放进高是符号,再加这个3分之6a就等于2a,这个肯定是整数,所以没有差,然后3分之b,放进高是符号,然后6分之6a就等于a,然后再加6分之b,减6a减b, 所以呢,我们在这里呢,我们就会有这个3a,2a,a呢,都是整数了嘛,因为我们这边的a是一个整数来的,所以呢,出来呢,就会有6个a减6个a,没有了,我们呢,就剩下的就是2分之b,放进高是符号,加3分之b,放进高是符号,加6分之b,放进高是符号,减掉b, 所以呢,你可以看它基本上就是6个1循环的时候, take for example,可能讲哦,我的n可能讲0,1,2,3,4,5,对不对? 那你到6的时候它就会一个,它就会再重新循环过了,9,7,8,9,10,11,那么呢,你在这边你放的那个值呢,它出来的话,它出来的话,你在这边这一栏,如果你这样一栏一栏这样写的话,它出来的value呢,都会是一样的,OK? 就是这栏,如果你放,这样讲嘞,就是如果你的b是,你的b是1的话,如果你的b是2,b是3,b是4,b是5的话,他们那么这一栏出来的东西,它的结果都是一样的,这栏出来它的结果都是一样的,然后后面三个也是同一个道理啊,然后这个也是一样啦,所以呢,我们最多呢,就只需要看6个case罢了,所以我们简化成6个case,对不对?所以我们就去,我们拖去右边一下,我们来一个一个慢慢分析, 所以呢,我们就会有,拖去右边,要有更多空间嘛,对不对? 慢了,我电了,不好意思,OK,所以呢,我们就会有,我们要找的是那个,呃,2分子b放进高时符号,3分子b放进高时符号,6分子b放进高时符号,减掉b嘛,对不对? 然后呢,我们是4b等于0,1,2,3,4,5,其实不要0啦,放6,OK? 所以呢,我们就放这些,因为然后就7,8,90的话就跟1,2,3是一样了咯,OK?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,我们来一个一个慢慢试啦,OK? 首先我们就有,首先我们有,呃,2分子1放进高时符号,3分子1放进高时符号,然后,6分子1放进高时符号,减1,对不对? 这边就有0,0,0减1,就会得出来是负1,然后如果是2分子2放进高时符号,再放2分子3放进高时符号,再放2分子6放进高时符号呢,减2的话,1,0,0减2,这个还是负1咯 然后呢,我们这里的话,如果是2分子3放进高时符号,然后3分子3在高时符号里面 减3的话,这边就有1,1,然后0,所以2减3就还是负1,然后呢,OK? 然后我们这边就有2分子4放进高时符号,然后我们就有3分子4放进高时符号,6分子4放进高时符号,减4 所以呢,这个就会有2,这边会有1,这边还是0,所以2加1减4,这个依然还是负1 那么你觉得绝望了吗?还没有,我们剩下两个还要一起做,看我们只有6个Case包,当然我们当然是要做完啦,OK? 所以呢,我们这边就有2分子2,没有2分子5放进高时符号,2分子3放进高时符号,没有3分子5放进高时符号,然后6分子5放进高时符号,减5,这边就会有2,1,0,所以3.5,这边就是负2,OK? 然后呢,我们最后一个就是2分子6放进高时符号,3分子6放进高时符号,然后6分子6放进高时符号,就会有3,2,1,3,2,1减6等于0,对不对? 那么这边,我们这边我们来看看一下,它既然要的是minimum value,对不对? 然后我们799是一个concept,我们这边有-1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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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2,0,那么当然我们要minimum value,我们就要选5的这一行咯? 那么呢,意思就是讲我们的这个n可以是以6a加5的形式来表示,所以可以是5,11,17,23,16,所以都可以,不用怕。 然后呢,我们来看啊,它的minimum嘛,对不对? 所以呢,所以呢,这一个东西的最小可能值呢,就会是799,799,然后我们找n等于5的时候,没有n等于6a加5的时候,它就会变成-2嘛,对不对? 就变成799-2,所以呢,这个的那个minimum value呢,就会变成797咯,所以是这样子得来的,OK? 那么呢,我们再往下走,这个是我们的第27题。 OK,这个第27题,如果你有看到我2017年高借主模拟题的题目,它基本上是差不多一样的。 然后呢,我们来看一下,OK? 不好意思啊,这个地方重录,不过我还是在念一下题目,这是27题。 然后我们这边有10个占整数a1,a2,一直到a10,然后我们就会得到我们的a1加两个a2整个括号起来平方,加三个a3括号起来平方,一直加到10个a10括号起来平方,就会等于405。 那么就要求这一堆东西的最小可能值。 那么呢,我们来看一下,如果我们的这个a1到a10,我们就是a1等于a2,一直等于a3,一直到a10,我们都放1的话,我们就会得到1平方加2平方,一直加到10平方。 那么这个,那么这个的公式呢,就会变成是n,n加1,然后2n加1,除于2。 等一下先啊,如果是不是1平方加到n平方的话,它是n,n加1,乘于2n加1,除于6。 所以讲错,OK? 所以呢,这个算出来的话,我们会得到这个是385,which离405是挺靠近的。 所以呢,我们这个呢,我们都要减掉一个, 我们都要减掉一个1咯,是不是? 我们呢,要怎样做呢?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a1平方,减掉1,再加2个a2平方。 不是,我们就这个时候,我们就要从2平方出来,就是4个a2平方,减掉1,再加9个a3平方,减掉1,这样就减掉9了。 然后再加16个a4平方,减掉1,就减掉16了。 这样子一只加下去的话,我们就会得到10的平方是100吗? 然后就100个a10的平方,减掉1,就会得到405,减掉385,which is 20,对不对? 所以呢,我们在这边,我们可以看到就是20嘛,对不对? 然后呢,如果假设,如果假设我的a,我们拿一个例子,我们讲a3啦,是不是? 如果a3不是1,它反而是2的话,我们的a,我们的2的平方,减1的平方呢,就会是3咯。 那么3乘9的话,fight number在这边,就会是27啦。 所以如果我讲,我这边,我这边我的a3从1改变2的话,这整个东西都会上27,所以这个是不行的嘛,对不对? 所以,既然这样小的一个a3都不可以加1的话,那么我们之后a4到a4的全部都只可以是1咯。 所以呢,我们从这边呢,我们可以断定到,来我们写一下。 我们就断定到我们的a3等于a4等于a5等于一直到a10都会是1,因为如果你这边a3变2的话,这边就,就多了一个27,才就超过这个20啦嘛,对不对? 所以呢,我们在这里呢,我们就有a1的平方减1,再加4个a2的平方减4等于20。 然后呢,我们在这里,我们有a1的平方加4个a2的平方等于25。 那么呢,这个可能,因为这两个都要是正整数,所以呢,我们得出来的话,我们就知道,呃,我们就只有一个solution,就是那个b4定理。 我们的a1平方会等于9,然后我们的4a2平方会等于16,就是代表我们的a1会等于3, 然后我们的a2会等于2,那么就只有这样的一个solution吧啦。 然后我们a3到a4都是1的话,我们全部来,我们再来看一下。 这里呢,我们的a1加到a10的最小值,a1加a2加到a10的minimum value,也只有一个value吧。 就等于3加2加1,然后这边再加多一堆1,就变成,这边有8个e嘛,对不对。 所以我们就有5加8就是13咯,所以这个就是第27题的答案。 那么这题可能我讲的比较快啦,所以如果你们有听不懂的话,你们就在影片的留言区里面告诉我,我尽量在那边。 如果可以的话,我就帮你们再解释过,这样子的话,如果不可以的话,我就可能要重入了。 OK,我们今天就讨论在这里,我们下个影片里面,我们会讨论第28跟第29题,30题我不讨论,因为很吃时间。 OK,就是这样,拜拜。 。